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亲爱的朋友平安 我是康来昌 今天我们要最后一次谈到圣灵 我们用的人物是参孙 我们讲过哥林多教会 我们讲过弹衣礼 我们讲参孙 我用这些人物和教会都是要提醒 不仅是我们特别要讲到圣灵的工作 是让我们认识基督 认识十字架的道理给我们能力 而且我们特别要从人的身上看到 圣灵和十字架密切的关系 圣灵和我们谦卑领受上帝的恩典密切的关系 现在教会我在说我们比较强调 就是圣灵给我们能力 这是很好的 不过这个能力需要让我们舍己高举基督 生活中能够面对艰难能够以善甚恶 在艰难中有更大的信心 在困苦中对主对人有更多的爱 我们需要有这样 而不是像哥林多教会 或者像尼布甲尼撒那样 有能力 可是没有谦卑柔和的心 那今天我们最后要看 参生也是一样 这个人在圣经里也有讲 神的灵会感动他 但神的灵感动他 跟他心中有圣灵常居住 而且圣灵越来越多充满 结出圣灵的果子是不一样的 我们很遗憾 参生不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神的灵感动他 有点像神的灵感动扫罗一样 神的灵感动他 有点像哥林多教会有圣灵一样 就是有时有那个现象也很剧烈 可是产生讨神喜悦的那些圣灵的果子 让散发出基督的香气 确实不够 那我们需要学习一下 因为我想今天很多人 包括在内我们真是希望有能力 主啊给我大的能力 包括行神迹奇事 包括我现在讲能够讲得非常的好 这些都很好 但是如果没有谦卑依靠上帝的心 我想就非常的不好 参生他的出生呢 是那个时候 非力士人在欺负 在伤害以色列人 欺负伤害以色列人的理由 也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上帝 所以上帝就把他们交在非力士人的手中 那么交在非力士人手中 以色列人就叫苦连天了 那么于是上帝呢 就跟参孙的这个父亲 马诺亚和马诺亚的妻子 就是参孙的母亲讲说 将来我会让你生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会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拯救者 他要做拿歇人 他要归耶和华 那么这个后来参孙的父母 在这件事上经过一些查验 知道他们真的是要生一个以色列的救助 那么做拿歇人 这个人要有上帝的能力 甚至说有圣灵的能力 来救以色列人脱离 这个非力士人那种极艰难的状况 他要做拿歇人 拿歇人是什么人呢 拿歇人有三个特点 他要分别出来 跟以色列人 一般以色列人要分别出来 不一样 就是他做拿歇人 他是跟别人不一样 那别人不一样在哪里呢 有三点不一样 第一个 他不可以接触葡萄和葡萄的制品 葡萄在地中海那边是很普遍的一种水果 以色列人也吃 但是不是说葡萄不好 大家都可以吃 但是为了叫人知道 拿歇人在做拿歇人的这段时间 他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他任何事都跟别人分别出来 所以他不吃大家都可以吃的葡萄 第二个 人都会剪头发 可是拿歇人不可以剪头发 在他归耶和华为圣的这段时间 不可以剪头发 第三个 我们生活中多少会碰到尸体 包括自己亲爱的人死 可拿歇人在 一个人在成为拿歇人的那段时间 他不可以办伤事 他不可以接触尸体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恐怕也很少人是终身是拿歇人 圣经上大概就是参生 撒母人应该也是 另外就是施洗约翰 一般人归耶和华为圣 如果在十一柱形欲乐上 各个都要显出这么大的不同 也很难长期这样 所以做拿歇人通常是短暂的 通常是人许愿了 人说上帝为我做很大的事情 我要把自己献给上帝分别为圣 专心来服侍他 可能三个月吧 可能三个礼拜吧 可能半年吧 我猜大概是这样子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参生是终身做拿歇人 可以说他终身都归耶和华为圣 那是很神圣的一件事 少人是这个样子的 三个条件 你做拿歇人这段时间 你不可以剪头发 你不可以接触尸体 你不可以吃葡萄 也不可以接近任何葡萄制品 不是说这些不好 不是说不该做 就是你在归耶和华为圣这段时间 你要显出你的特别 那么可能三个月 可能半年 那参生是要一生都归耶和华 要在十一住行 娱乐饮食上显出他跟一般人的不同 我们把这个原则再推到新约的时候 不管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 或耶稣在约翰福音跟门徒讲 我不求你叫你们 我不求你叫他们 就是不求上帝叫门徒到基督徒离开世界 我求你叫他们胜过那恶者 就是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的 但是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有所分别 那在哥林多前书也有讲到 我们的分别也不再说 哪些东西不可吃 不可摸 哪些人不可以接触 如果这样非离开世界不可 但是呢 在教会里是必须要严格一点 如果屡界不听是需要惩治的 那么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 其实不在乎说 你在哪个地方工作做什么事 而是说你的心还是你的心 你的心是不是依靠上帝的恩典来做事 你的心是不是在上帝的恩典中 有那些良善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进到神的国的人要重生 这是耶稣讲的 如果你不义 如果你因信称义了以后 你行为不义 你继续有淫乱 拜偶像 奸淫做鸾童 青蓝色 偷盗 贪婪 醉酒 辱骂 勒索 这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神的国并不是说你在外表在做什么 而是你内心是敬畏上帝的 信靠上帝的 你一切做事的动机出发点 都来自对上帝的依靠 当然在旧约 主要是因为圣灵还没有那么明确的工作 所以比较是外表有一些规定 但是神当然即使在旧约也希望 我们内心真的是受了割离 内心真是哪些人 内心真的分别为正 而不是我们行为有一些怪异 这个不吃那个不碰 那你懂我的意思就是 在旧约的时候有一种人 他们因为蒙了上帝的恩典 因为许了愿 他们有一段时间 他们要显出他们跟一般人的那么大的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吃他不吃 大家可以做他不做 大家可以剪头发他不剪头发 有一段时间 参生是所有的时间 因为神在他身上有特别大的恩典 要有这么大的恩典 使他发挥极大的圣灵的能力 灵力来胜过那些非利时人 各位我们看到很多在教会历史上看到 在圣经里看到 一个有属灵能力甚至恩赐的人 他不一定属灵 他惹上帝的愤怒 哥林多教会有这个状况 老底家教会有这个状况 参孙有这个状况 我也看过太多非常优秀的基督徒 他可以被上帝用得更好 可惜他没有被用得更好 他骄傲了 他有很多的血气 在《诗诗记》第十三章二十五节 有讲到说 耶和华的灵感动参孙 但是这种感动 常常都是非常短暂的 这种感动 如果不能够常常感动 常常心中被圣灵充满渴慕 胜过那个血气 那感动即使做非常伟大的事 参孙做了很伟大的事 对他自己没有帮助 虽然神借着他拯救了以色列人 好 拿西尔人三个规定 你看看 这三个规定 参孙大概都破了 都没有遵守 参孙是拿西尔人 特点就应该非常属灵 照着上帝的话做 一举一言一行一动 都出自对上帝的恩典和爱来做 可是你看到参孙这个人 做什么事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 就是凭着血气做 老子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像现在后现代的人 他参孙的特点 各位三个头 第一个拳头 他动不动就打人 当然他力气也是很大了 他是霸王 非常有力气 第二个是枕头 他很好色 专门找漂亮的女人睡觉 第三个就是舌头 他非常好吃 各位这个实色性也 我们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对 如果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 做这些事很对的 那么我们 我们有力气更是很好的事 也就是如果我们有属灵的恩赐 有属灵 有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大能力 可以步道 可以引人归主 可以做这样那样的事情 那都非常好像参孙一样 我们今天教会不是需要这些吗 今天教会今天基督不是很像 以色列人在菲利斯人面前吗 简直是手无腹肌之力 完全胜不过其他的宗教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能力 但有这样的能力 你没有心中那种受割离 心中悲食之下 心中被圣灵充满 你只是有那个外在的能力出来 真的 辉煌是辉煌 但最后下场不好 参孙是很辉煌 但下场不好 他从来不是一个体贴圣灵的人 他都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 他都是老子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哪些人不可以吃葡萄 他就是接触葡萄 他不但吃葡萄 他在葡萄园里 他在亭拿的葡萄园那边 他犯了这个不可以接触葡萄的事情 他也参加人的婚宴 一定喝葡萄酒 他不管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然后呢 他曾经很有力量 刺手空拳 他一个是舌头 好吃嘛 另外一个就是拳头 他把一只狮子打死 那个狮子被打死了以后 圣经上说 有一群蜜蜂 在这个狮子的尸体里面做蜜 后来参孙看到 那个狮子的尸体里面有蜜 他就去拿那个蜜来吃 那我自己 我想很多解经家都有这个困惑 我也有 这个蜜蜂怎么会在狮子的尸体里面 做窝 纯蜜 这实在不懂 也许好的生物学家 好的这些昆虫学家 可以告诉我们 但是这是一个很puzzle 很让人很困惑的问题 怎么会这样子 但是有更困惑的问题 倒是不大听到人家问 我也是会问的 蜜蜂在死的狮子里面做窝 娘蜜 这很奇怪 我觉得更奇怪的是 一只狮子已经死了 除了这蜂蜜以外 其他部分一定都很臭的 参孙为了要吃蜂蜜 他就可以把那个狮子里面的蜜 拿出来吃 你看他怎么样 真是没有品 我们也不讲品 就是说他真是好吃 好吃不是错误 好吃违背了上帝的话 那就是错误 好吃不是错误 好吃而不知道感谢上帝 或吃或喝都是主的人 那就是错误 而且如果好吃违背上帝命令 更麻烦了 当参孙从狮子的尸体里面 拿蜜来吃的时候 他又破了一条戒了 拿些人第一个不可以接触葡萄 他在葡萄园里面 第二个 拿些人不可以接触尸体 他不但接触尸体 他从尸体里面找到蜜来吃 两个戒都破 但他在破戒的时候 他的确是很有能力 这个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 甚至像老底加教会一样 像后来在启示录的以弗所教会一样 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不听上帝话的时候 上帝是很大方 没有马上就收回他一切的慈爱 在巴兰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事 有人真是得罪主 但是主生是怜悯又怜悯 宽大又宽大 所以参生虽然是违反拿谢人的诫命 而且等于就是伤上帝的心 不讨上帝的喜悦 可是上帝就仍然在身上 他身上有很大的恩典 他仍然有很大的力量杀败非力士人 他也能够 他有各种的杀法了 他曾经赤手公权杀死了三十个敌人 而且他曾经抓了三百只狐狸 把这些狐狸两个两个绑在一起 亏他想得出来 然后在尾巴上点火 然后把它放到非力士人的河场和葡萄园里 让这些狐狸把这些非力士人的河场都烧掉了 参生是很厉害 他也是可以说在马戏团里也可以管理 他可以把三百只狐狸绑起来 最有名的两件事 他曾经用一根骨头杀死了三千个非力士人 和一千个非力士人 真是厉害 没有人能够胜过他 他很厉害 一根骨头杀死一千个敌人 有一次他在一个城里 就是现在还存在的加沙 加沙 在加沙城里 这是在《四十纪》的十六章 他在那里被 他进了那个城 非力士人就把那个城墙包围起来 那么他是到那个城里去瓢记 对不起 他真是一个很体贴肉体 只知道拳头枕头舌头的人 他在那个城里瓢记 非力士人就把那个城包围起来 想这一下 这可以抓到这一只鳖了 参生半夜起来 看到门关起来了 他就把城门拆起来 放在他的背上 走到山上去 这一下把这个非力士人吓死了 那个城门不知道几千斤重了 他就把他拆下来 背在他的门上 背在他背上 就走上山 各位如果有一堆坦克车围着我 我把那个坦克车拿起来 在手上玩 那没有人敢动我了 参生就是这样子 非力士人很头痛 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各位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力量 因为上帝的灵感动他 因为上帝的恩典领导他 但是这个灵感动他 这个恩典领导他 总是暂时的 到了一下又没有了 到了一下又没有了 上帝希望一直在那里面 但是这个人 这个器皿不想一直有上帝 这个器皿总想任意妄为 偏行几度 这个器皿总想觉得 圣灵的能力在我身上去 花天酒地很好 圣灵的能力在我身上 我需要被破碎的不好 所以圣灵能力不能藏在他身上 他感动一下 他又去花天酒地了 神还是怜悯他 给他那样的能力 但他心中没有主 跟哥林多教会一样 跟老底嘉教会一样 跟今天很多讲圣灵 但是心意没有更新变化 没有基督的心一样 各位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 这样下去很危险的 到最后上帝会全然的离开的 好 参孙把敌人一再杀败 参孙也一再伤上帝的心 就是他没有 从来没有好好的亲近上帝 也没有带以色列好好的亲近上帝 他就是借着上帝给他能力 在那里舌头枕头 拳头的在那里生活 菲利斯人很聪明 这个人力量这么大 一定有原因 那英雄难过美人观 参孙不是英雄 菲利斯人找来的美女 当然也不是美人 是美丽但是并不是好女人 就是大力拉 他就来引诱参孙 要参孙讲 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 你哪来的这么大的力量 那个菲利斯人给大力拉很多的钱 叫他来引诱参孙 那参孙就没有讲 因为参孙知道 我这力气这么大 那就是因为我头发从来没剪过 如果我这个秘密透露出来了 头发被剪掉了 那就惨了 所以他就骗这个大力拉 就没有讲 骗了一次 我的力气啊 如果有人用这个七条青绳子来捆我 我就没力气了 大力拉真的就来捆他 然后就跟菲利斯人讲 我用青绳子捆他 他说用青绳子捆他 他就没力量 结果大力拉就把菲利斯人叫来了 参孙把那七条绳子一弄就弄断了 真的奇怪了 这个真的这个不是英雄的狗熊难过美女官吗 参孙不太用大脑的 这个女人骗你 用青绳子绑你 然后把菲利斯人叫来 你还不把这个女 还不赶快离开这个女人 参孙还是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而且不但参孙没有离开他 参孙没有责备他 还是大力拉责备参孙 你都不爱我 你都骗我 我看这真是 参孙真是奇惩无比 然后他说 没有使用过绳子来绑我也可以 就大力拉再绑他一次 参孙是骗他的 所以没有效 参孙还是很有力量 那么还有第三次 大力拉说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这么有力量 参孙说如果有人 把我的头发 跟那个织布机的线 绑在一起就可以了 结果大力拉也真的花这么多功夫 把他绑起来 然后把菲利斯人叫来 因为菲利斯人说 你只要让我们抓住参孙 就有很多钱 大力拉根本没有感情的 但是都不成了 因为参孙有力量的原因 都不是这些 他在骗大力拉 大力拉就使出女人都会讲的话 对不起 你都不爱我 你都不爱我 你都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这么有力气 而且大力拉天天说你都不爱我 你都不告诉我 参孙就受不了了 参孙就把他心里所藏的都告诉大力拉 他说我有力量的原因是因为 我从来没剪过头发 因为我从出母胎 就归耶和华座那些人 不剪头发的 当有人剪了我的头发 我就没有力量了 大力拉很厉害 在四世纪十六章十八节 圣经上讲 大力拉见参孙 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 他知道这次是真的 就把菲利斯人叫来了 你们埋伏 今天晚上我会把他头发剪掉 那你们就可以说他了 那天晚上参孙在大力拉的膝盖睡着了 然后大力拉就把他的头发剪掉了 各位 我在这里要赶快说 圣经的确说 当他头发被剪掉了以后 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 各位其实参孙错了 参孙的力量来源 不是他有长头发 如果你不信你今天开始留头发 你儿子从生下来就留头发 你看你会不会有力气 你头发长 并不是你有力气的原因 看起来是 其实不是 有力气的原因 是因为圣灵的工作 有力气的原因 因为神的怜悯 那个头发是在代表什么 头发在新约哥林多前书讲到 头发是服权柄的记号 当参孙还留头发的时候 表示拿希尔人的三个戒 最少还有一个戒他没有破 就是他没有剪头发 也就是表示他最起码对上帝 还有一丝头发 一根头发的关联和尊重 他跟上帝关系好像只有一根头发了 我看今天很多基督徒 跟上帝关系 也好像只有一根蜘蛛丝那样 随时都好像要断掉一样 但是还是有了 我们还是信靠上帝 因为还信靠上帝 还有这一根头发的关联 所以上帝也还怜悯我们 像以色列人 然后出埃及以色列 或者我们又想到很多的 后来被盗的人 包括教会 一再远离神 一再远离神 那不会还有最后一点点的 藕断丝连 参生还有一点点 他所有那些人的命令都破了 并不是不可以吃葡萄 并不是不可以接触史诗 而是神要你在这个时候这样做 你就这样做 但是他不听 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 所以虽然有很大的圣灵的能力 他仍然不是一个属灵的人 他头发被剪掉了 然后大理拉跟以前一样说 哦 菲利斯人来抓你了 参生从睡中醒来 他说我要向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 他杀人真的活动身体就好 他力气太大了 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悲哀的话 就是四十记第十六章第二十节 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哎呀 好多的基督徒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虽然我们仍然传道 虽然医病赶鬼 虽然人在教会服事 但是我们因为离弃了也好 我们离弃他很久很久 到最后骆驼尖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后把那个头发也剪掉了 那么上帝说 你看你一直离弃我 那我也只好离弃你了 当参生离弃上帝 以至于上帝最后也离弃他的时候 他的力气就离开了 参生的力气不在头发 参生的力气在对上帝的信靠 当最后没有信靠的时候 不敬畏的时候 他没有力气 菲利斯人把他抓住 把他眼睛挖瞎了 然后用铜链把他捆起来 关在监狱里面 他在监狱里面推磨 他像一个驢子一样 做驢子的工作 然后有一天菲利斯人说 把参生带来 我们细耍细耍 参生是个瞎眼的参生 就被带到菲利斯人面前 在那像猴子一样的细耍 这是一个上帝的仆人 上帝的王 管理以色列人的事实 可是现在像一个猴子一样 像一个驢子一样 真是很悲哀 因为我们不敬畏上帝 不信靠上帝在种种的机会中 一切的带领中 他做事实有二十年 二十年中间的 大概十九年半 他都没有敬畏上帝过 上帝还是怜悯他 让他有能力 可是他不敬畏 可是圣经上说 他在做那个 在监狱里的时候 他的头发慢慢长长了 也就是说 他对上帝的敬畏 慢慢增加了 人常常是这样 参生只有祷告过两次 一次是 他口渴的时候 求上帝帮助 一次是 他快要死的时候 他被耍累了 他靠着同两个柱子 然后他祷告 上帝给我力量报仇 他是祷告过这两次 如果他平常多祷告 他不会到这个下场的 他平常多亲近上帝 求圣灵充满 他不会到这个下场的 他现在 他一生就是 一次快要咳死的时候 祷告 一次就是 被人当猴子一样 戏耍的时候 他祷告 耶和华 求你给我力量 再给我一次力量 他祷告 他靠在柱子上 他尽力往 把柱子一拉 那个房子就垮了 柱子就倒了 上千的菲利斯人 被压死了 三孙自己也死了 这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被圣灵感动的人 但不是一个属灵人 因为他体贴肉体 他不肯舍弃 他想自己情欲 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弟兄姐妹 走十字架道路 圣灵带我们走十字架道路 顺服他 信靠他 让我们生活中 生命里面 多结出圣灵的果子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上帝赐福大家 祂的时间不错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途 带领你前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